讓我找一下 水啦 陳俊廷 好 來 我們剛剛把那個檢查完 我今天還要上這個Visting 我想要補充啦 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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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25題是誰問的 我剛剛忘記了 反正就是有人問的嗎 那來囉 我希望畫面有看到 看一下 對啊 有啦 有啦 好水啦 好 來 看看25題 他說一個有印機以固定的速率進行有印 然後有印的紙張跟數量關係在右邊 小張放入1800 420秒 這裡就寫了 經過420秒 然後剩下一定的張數 然後發生故障之後就停機了 就那個張數就剩餘張數就不會改變 注意哦 你要小心 它不是實際張數 它是要剩餘的張數 剩下幾張 然後花900秒的時間 是不是 從製機器壞掉到修好 花了900秒 他是不是寫錯了 製機器到... 我有點看不太懂 小張接著繼續游印 共花了1500秒完成 這我可以理解 就是到這邊是1500秒 可是他說 壞掉到修好是900 我覺得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哦... 沒事沒事 我沒有怪怪的 他一直就說這裡是花了900秒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畫的歪歪的 等我一下哦 還是歪歪的 怎麼會這樣 太短了 啊算了就這樣 不管了 氣死 等一下 不行再換一次 可以啦 然後雷也就是說這裡要加900 從這裡到這一段是900 所以是1320 哦 1320 然後他游印的速度也是一樣的嗎 哦有 他有講 假設維修前後的速率都一樣 然後想請問 他供應好多少張宣傳嗎 供應好多少張 供應好多少張宣傳 同學其實 你要去看的是什麼 就是看他真正的有在執行的 才是 才是他的速度 就是他在印的游印的速度 嗯 那我的做法可能是這樣子哦 首先呢 他真正有在執行的時間 是不是這一段 哇他真正在執行的時間 話給各位 就這一段跟這一段 他其實他根本就是什麼 根本是在唬爛人的 對吧 然後他的張數 實際上張數真的有在 在減少的就是1800到200這一個區間 對吧 所以呢 來我們算一下 1500 但是我算一下這兩段距離 1500 所以這是180秒 然後這裡花了420秒 所以總共呢 就是420加上180秒 然後印了幾張 來看一下 這印了1800 然後剪掉200 剩下200張 知道在講什麼嗎 我就中間那休息都不看 我就看他幾秒印幾張 就這麼簡單 然後他說 請問在游印機故障之前 小張共印好多少張的宣傳單 就想要問這一段對不對 然後的這一個Y值是多少的意思 可以接受嗎 我們稍微去算一下這個比例 420加180是多少 420加180 86 所以是600秒 就是說你總共花了時間 花了600秒 實際上你印了幾張 是1600張 就是這個意思 對吧 好 那再來勒 那我如果今天只花了420秒 好想知道只花420秒 那我到底可以印幾張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變成這樣子的問題嗎 所以我們可以用比的去解 600比上1600 會等於420比上不知道幾 對不對 可以接受 那約分一下囉 這就是6跟他 然後這樣子預約的話是3跟8 3比8 然後8乘以3 所以就S就等於什麼 8乘以420 內歪歪 內乘內等於外乘外 然後會除以3 然後預約分140 所以變140乘以8 然後80的0 84 3次的邪惡進3 81的8加3 1120張 來找答案 所以答案選豬 答案選豬 再講一次我剛剛做法是什麼 我做法是先看他總共的秒數 然後總共印的張數 就知道他反正就是1秒印幾張 每600秒可以印1600張 我們就中間停機也不算 他說如果今天只印420秒的話 好我到底這個張數到底印了幾張 同學不好意思 我寫錯了 我要跟答案 我有答案 他說問幾張對不對 那沒錯 我答案是豬 我怕他問的是剩餘 你知道嗎 我怕我寫錯 來同學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找 那如果今天印420秒 對不對 這一個高 三角形的高是多少 是不是就只要用比的就好 你看600秒一印1600 420秒印幾張的意思 可以嗎 去求比 好這是一個做法 那這我就覺得比較快 那有些人會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其他方法 當然也是有的 你可以直接把這些作標點寫出來 像這個就是什麼 420 欸我覺得這就是420 然後x 然後雷 這裡可能就是什麼 1320x 你把這些關鍵的這些點 全部都把它標出來 然後用直線方程式的方式 去寫什麼解連力的動作 但是這個我覺得 個人是覺得比較沒這麼樣的好解 好不好 那你個人也可以用用看 那這兩個三角形 就是這兩個三角形 其實長得很像 就是大小 大小不太一樣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什麼 把它想成小的三角形 跟大三角形的比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學到相似 所以有點可惜 這個方法可能比較行不同 好不好 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拿他的x 比上他的x 然後他的y 比上他的y 這個比例會是固定的 好不好 等國三學相似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用了 好不好 來到這邊 以上是25題 以上是25題的解釋 先看他總秒數跟總章數 然後再去推算他一秒應急章 然後就可以算出來了 來26要不要 不用 好 拜拜 26要不要 快點快點 26要不要 快點 26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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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問題 就是不用 林先生說不 不就不要 好 再來我們的非選擇題 來1 2要不要問 來非選擇題 1跟2都要問嗎 都沒有 我記得不是 黃靖靖靖還是誰說要問的 黃靖靖你你1 2要問嗎 王宣軒飛選你要問嗎 要啊 你要要要講啊 剛問你又不回答 你又不回答 你又不回答 你要問1還是2 你要問1還是2 還是我都要 你要問哪一個 1還是2 你這個架構要寫的非常完整 我們到後面 接近會考的時候 我會特別挑一個 就是飛選擇題的集合 要你們專門去寫飛選 然後我會把它收回來批改 要確定每一個人的飛選 像證明啊 或是集合代出都沒有問題 計算一定要寫的比較整齊 然後而且要寫的比較 過程要盡量寫的完整 你不要那麼跳來跳去的 像張恩浩這個過程就是完全不行 聽得懂嗎 張恩浩 不要在那邊東寫一塊西寫一塊 要讓人家看得懂 好來我們來分析一下 他是怎麼做的 首先三種不同的禮合水果 然後依照圖表 這個圖已經被張恩浩 可能張恩浩半夜尿尿 然後表情尿在這個收據上 我們就已經看不清楚了 那怎麼辦 那他有給我們說 如果假設X和水梨 Y和水蜜桃 所以 如果今天他有表格 我會先寫他就是XY和 把和也把它記錄下來 他水蜜桃就是兩個數量相加 兩個核數相加 靠那就直接寫X加Y 對吧 好 那請問如何表示他的顆數 來一核 一核四顆 水梨一核四顆有X核 不就4X4 然後蘋果 不就8Y 水蜜桃不是Y嗎 為什麼水蜜桃是Y 誰說的 那蘋果的X加Y 看錯了 對不起 我看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所以這是10X加Y 對不對 X寫錯了 10X加Y 我看錯了 對不起 所以是不是X加上 不好意思 要乘以4 因為他有一核有4顆 然後X核乘以4 再加上8倍的X加Y 最後再加上10Y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應該要畫簡要整理 這第一小題 所以是總共幾X 8加4 12X 然後10Y加8Y加18Y 好 第一小題答案就這樣 可是你寫這樣其實會被扣分 因為他應該會希望你寫個單位 請一定要注意 單位這種很智障的東西一定要加 好 再來第二小題 他說總數90顆有新東西了 請問他水果禮盒共有多少核 請你寫出他的完整的過程 但因為他的位置數太多 你是絕對不可能直接去算的 所以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去試試看要討論 12X加18Y 總共是90顆 來我們等式可以先怎樣 是不是 因為它是都有2的倍數 哪些3的倍數 我們是不是可以除 我們可以除以6 所以變成2倍的X加3倍的5 除以6數變多少是15 來張昊 張昊有在嗎 好張昊不在 那我們問陳俊庭好了 來張昊的最好朋友 陳俊庭 陳俊庭有在嗎 陳俊庭也不在 陳俊庭去哪裡了 陳俊庭 講話啦 陳俊庭以為你不講話我就不會叫你了 每次都問你 你帥啊 那我問張昊 這樣好嗎 好 那我問張昊 誒張昊 陳俊庭說叫我問你啊 誒張昊講話 林千元比較帥 沒有沒有我覺得你比較帥 林千元比較帥 林千元比較帥 你是從y開始還是從x開始 數字小的 錯 假設從數字小 可是如果討論從數字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會從y開始討論 係數比較大的開始 其實非常好想 來我講一個原因給你聽 第一 我們要怎麼如何想得到要討論 因為你的科數是不是都是正整數 我有在那個一開始教數系的時候就講過 如果是整數正整數自然數這些可以一個一個數的 就有機會討論 所以我們可能會用畫表格的討論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會想用畫表格的 再來第二個 為什麼從係數大的開始 因為你今天y帶1是一次就加3 就333這樣子討論 你s帶1是222這樣討論 那是不是一次3一次3 你討論的比較快 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稍討論一些些 所以我們會從係數大的開始 長浩浩上今天懂嗎 好 我如果先從它開始 因為它不會是一盒都沒有 不會一盒都沒有 不會一盒都沒有 所以我們Y如果帶1的話 從1開始 Y如果帶1 多少 190-18是多少 190-18 所以S是不是就是6可以嗎 你自己自己算 再來Y代290-36 54不能除以12 54不能除以12的話 他的X就是分數 所以就不合 所以就慢慢討論 然後3呢 然後代3的話33得915-9 幹嘛寫上面的北七呢 我就代下面就好了 寫成這樣 同學我再算一次 23得6 69 所以是2分之9 這不合 然後3 33得6 4 6 所以這3 然後4的話 43是23 所以這2分之3 然後接下來就沒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可能答案就是有這兩種對不對 因為他說正整數才有機會去裝合 然後合一合一合一定是正整數沒有分合的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有兩個 第一種是什麼 就是你的 請問所有買的禮盒有幾種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什麼 第一種是 XY 是61的 然後這第一種 你的總和就是X加 不是問合嗎對不對 S加 S加Y 再加Y 所以答案是 6加6 12 12加2 所以是4 所以有一種可能是14核 第二種Cas是什麼 就是你的SY 總共是3 各3核 各3核 對吧 所以你就變成了S加 S加Y 所有禮盒數相加就變成了3 4 12 所以有12核 所以答案有兩個 12核或是14核 好到這邊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聽不懂的 我在講一次我們是從哪裡去想出來的 第一 它題目有給假設 所以我們把假設寫好算科數 第一題應該大家都會算 好不好 在第二小題 我們寫出了12X加18Y等於90 這個方程式 因為它給我們科數 接下來為什麼會想到要討論 因為核一核一核裝 它的S跟Y都是正整數 整數正整數負整數自然數 我們都是用討論的 可以嗎 從係數大的開始著手 所以它可能答案有兩種 像這類型的問題其實會考很喜歡考 那為什麼講會考很喜歡考 必須要說明的是 因為它在高中排列組合前面的技術原理 其實也有這樣子的討論 所以它其實國高中都有這樣子的可乘綱要 所以我們自然這種題目就會比較常出 可以吧 好再來 第十頁的最後一題 來第十頁管閒月要問嘛 對不對 那我要寫囉 剛剛那一題可以嗎 快點快點快點 可不可以 可以要按讚啊 忘了 行不行 可以嗎 林千燕 林千燕 按起來周立安 周立安手斷了 黃靖寧 剛剛聽不聽得懂 黃宇軒 陳俊廷 由成瑞 張浩你比倒讚 張浩你剛剛聽不懂是不是 張浩聽不聽得懂 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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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廷你也聽不懂嗎 陳俊廷你剛剛聽不懂 懂啦 靠腰那一筆什麼倒讚 幹 幹 認真的時候要認真 超級 幹 我在認真問 沒有亂答 可以 好繼續囉 再來 他說 某閒月團 閒月社 他說學生人數不超過100 然後練習日 然後加上出來440顆種植的荔枝 不好意思 440顆種植的荔枝 然後無法評分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荔枝 跟學閒月社的人數 它不會互為營背數的關係 然後當天有一個學生請一下 可能林千燕 林千燕落賽 把腸子拉出來 沒有辦法來分荔枝 那有41顆荔枝損壞 可能天氣太熱了 然後咧恰好剩下都可以評分 請問第一個 寫出440的標準分解釋 完全跟題目沒關係 你可以單純去算440的標準分解釋 這一題沒寫出來的 我主要他雞雞爛掉 這一題寫不出來 真的會當一個國產的學生 來220 然後210 然後255 然後51 所以是2的3次 注意標準分解釋 它的指數的底數 由小到大 由小到大排列 2的三方乘5乘11 好不好 這個我就不額外寫了 就寫在這裡就可以了 來再來第二個小題 他說 該社團到底有幾個人 請寫出完整的過程 這一題的分析 你看他可能也要討論 為什麼 因為他給的題目 他說不超過100人 他其實是一個大概 大概值 可能就要去想 是不是可能不只有一組解 然後去分析到底哪些是可能的 哪些是可能錯的 然後再把它劃掉 440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什麼 他說440顆有41顆損壞 然後再去分 然後學生少一個人 是不是剛好分完 所以我們會先將440是幾個 減去壞掉的41顆 是不是得到339 你就會發現我寫錯了 是399 你看399 如果可以剛好分給學生的人數 但是你要記得加1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位同學請假 他如果問原本該社團的人數 其實是要加1的對吧 399怎麼分 我們當然也要做一個短處法去做 所以你把英式分解3 是不是變成133 然後來133 這個稍微難一點 要稍微看一下 133其實不是一個不能分的 你怎麼變那麼白 你怎麼變那麼白 你怎麼變好白 沒有賽 我今天好不容易去語感賽 你是當時的 你當國三的 國三的 國三的 不好意思你現在上課嗎 對 看不出來很居家 不過比方後給他做 這個中間是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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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厚喔 好厚喔 你們自己也拍過 也有拍過 也有拍過 好厚喔 是為人不喜歡做貼圖嗎 這樣子也可以 好厚喔 那些的話 因為你看關起來 你看喔 133 133看起來好像是直數對不對 其實它不是直數 你可以去分解 那要怎麼分 那你要用2的倍數 3的倍數 然後5的倍數 7的倍數 直數的判比法去看 那一看就知道不是2 一看就知道不是3 一看就知道不是5 因為它的尾數不是0過5 對吧 那個1加3加3 也不是3的倍數 再來就是7 那7的話 你會發現可以 71得7 然後7、9、63 所以是7跟19 聽得懂嗎 你要去試試看 那我們要試到什麼樣 才知道它不能分解 同學其實是真的有一個訣竅的 你知道嗎 我們在寫的時候 像6 是不是寫成1乘6 然後2乘3 到3乘2的時候倒過來 我們是不是就不再算了 我就知道 因為就會重複了 所以差不多在左邊跟右邊 這兩個框框 數值怎樣 一樣 準備要顛倒的那一岔 我們就不算 那什麼叫兩個框框差不多一樣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兩個一樣的數字 那就變成了A乘於A等於6 那就是完全平方數 對吧 A的平方等於6 那你去找這個A 只要找到這個A以後的我們都不看 懂我意思嗎 因為要剛好顛倒了 那我教你怎麼看 來再看一次 來133 把目光放到133 2的平方是4 3的平方是9 5的平方是25 7的平方49 再來11 11的平方121 已經很接近了 再來13的平方169 已經超過了 對吧 只要找到13的平方之後 我就再也不會找了 為什麼 因為1313都不行了 那接下來也都不會再有 因為已經準備要顛倒了 可以嗎 好不好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這件事情 那3乘7乘19 3乘7乘19 然後學生人數不超過100人 我們要分析一下 3乘7乘19 3乘7乘19 他的可能的總組合有蠻多的 像有可能是什麼 來我舉一下他學生人數可能是 學生人數 可能是 我們要寫出他所有的因素 這個好討厭 399 可能寫1乘399 可能寫成3乘19 7963 7963 3進6 7德基7加63 133 下面就有13 好再來是 有可能是7乘以57 還有什麼 還有嗎 還有21乘以 19乘以21 好就沒有了 這些 那你都要加 這些只要是100以下的 是不是其實這些都有可能 這些都有可能嗎 然後為什麼要加1 因為一開始有一個人被你 被你踢掉了 所以你加1 可能的學生人數是2人 4人 8人 20人 還有58人 以及21人 這可能的學生人數靠我寫錯了 22人 不好意思 22然後58 這些都是可能的學生人數 有人就直接寫說 所以答案就是248 20 258都對 同學你少了一個東西 少了什麼 我這一題要注意的細節 除了不超過100以外 你一開始的440 你也不能分 如果今天是2 如果一開始學生人數只有兩個人 我一開始種植的440顆粒 是不是一定可以分 對吧 因為它是2的倍數 所以你還要找到一個440不能分的 你會發現 這一些全部都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440的因素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怎樣 只有58了 我寫一下原因 其餘 接可除440 除的意思就是440除以2 所以除440就是440除以2 所以我沒寫錯 好不好 來 然後整除 就是可以平分的意思 好 來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我這一題我覺得也蠻有水準的 但是大概是本章比較難的 我覺得本章比較難的有兩題 就是第一題這一題 要討論比較 因為要討論你們比較不習慣 再第二題就是我們的非選者 這一題 我覺得這兩題都很有水準 如果將來以後出國三的複習講義 我這種節目可能也會編列一集 來到這邊OK嗎 有沒有要問 我們要接著往平方根那邊開始進行 平方根其實蠻簡單的 因為主要是必是定理的集合體 我們可能要補充 哈囉 來快點 沒問題我們要往下了 快點 沒問題要按讚 快點又忘了 又忘了 有朋友 搜尼安怎麼了 那你右邊399 那其實是要寫那個時候要幹嘛 右邊399 因為他說可以你看 恰好可以評分 那個評分給學生對不對 對吧 那你減掉41 是不是代表有399顆荔枝是好的 對 那能評分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你是他的因素 才可以評分 對 所以我就去分 分荔枝的因素有幾種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那他因素是不是就有這麼多種 有8種對不對 那你要加1 就是第一個限制是什麼 你的學生人數不能超過100 所以我就把那個399跟133扣掉 可以接受 可以 那再來 你的學生人數怎麼樣 你的勵支是不是要加1 因為有一個人請假 假如今天 假如今天這57好了 我講一下假如是57 這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你的勵支57是他的因素 可以接受 對 這代表你可以分成 不知道怎麼講 我想看怎麼講 你可以分給57個學生 然後每個人有7顆荔枝的因素 可以接受 可以 對 為什麼要加1 因為我們要討論是 如果大家都沒請假 到底學生有幾人 所以我們左邊的學生數有加1 可以嗎 再來學生數加1之後 為什麼要跟440去看可不可以除 為什麼不能寫成440的因素 因為他一開始說 假如今天我什麼都不去考慮 我一開始 家長送來了那440顆荔枝 我就已經發現他沒有辦法評分了 就代表一開始那個數字 一定不是440的因素 要不然一開始就能評分 懂我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澄澄波姐只剩一個答案 就是58 沒有其他的 好不好 來以上就是我們的康萱搶分題本 我們檢討一個小時多 快兩個小時 是不是 我們今天很上課 真的 不行不行 今天要太久了 我們趕快衝刺了 我們趕快上平方根 如果這裡都沒有問題 我們要開始講解平方根了 希望我花那麼多的時間 去講解歷屆的模考 對女人來說真的有幫助 因為這一次的作業 基本上大家完成度都很高 只有一個人 現在因為在美國的關係 還沒有好好寫 還有新朋友 劉成瑞 劉成瑞你這要寫 好 來我們接下來要檢討 我們不是檢討 接下來我們要進一下我們的平方根的複習 平方根複習 其實老師為什麼我花那麼多時間在講模考 因為平方根複習其實偏簡單 真的偏簡單 好不好 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有看到嗎 大家趕快翻開我們的平方根 好 來那我要繼續講 來平方根複習是這樣子 第一我們要先了解什麼叫開根號 開根號其實是 我們一開始可以用它來表示面積的問題 什麼表示面積的問題 來我們來看一下 像假如今天有個正方形好了 我不要舉我舉數字 然後正方形的面積是5 跟一個正方形的面積是4 同學如果是4的話我當然知道 邊長就是2乘2對不對 那我的面積就會是4 但5的話你其實找不到一個正整數去表示它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要發明一個新的符號 我們就定義這個叫根號5 這個叫根號5 當根號5乘以根號5的時候 我們定義它叫5 注意我講的是定義 因為我們找不到這樣的數字 我們又希望可以用一個數字來表示這樣子的編長 所以我們就定義它叫根號5 聽得懂嗎 所以根號5乘根號5 我們把它定做 答案就是5 來到這邊聽得懂嗎 Hello 有沒有聽不懂的 可以接受嗎 聽得懂要按讚 哎呀 我會看 周麗安可以嗎 王雨凡可以嗎 黃靜寧 水 按個讚好不好 支持一下 好 來如果ok的話 我要特別去講一下 因為我們後面就要說明了 這一個開根號 因為它說的是a大於0 其實我們這個有個名字叫正平方根 有些人到現在還分不清楚什麼叫正平方根 什麼叫負平方根 什麼叫負平方根 什麼叫平方根 我現在下一個定義了 假如今天它前面沒有寫負號 它就是正的 就這麼簡單 它如果今天只有寫開根號 那它就是正平方根 除非它後面 或是說不是後面 假如它前面有寫一個負號 那它才是負的 就這麼簡單 看正負 它很明白就寫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 再來下面有一個平方數的表 我建議你可以稍微記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些平方數 在做完全平方式 或者在配方法 或者是在寫成馬公式的時候 都很常運用到 尤其是後面解一人二次 怎樣 開根號 是不是也很常用到平方根 對不對 所以這些平方數最好把它記起來 記起來 像假如今天我說 324開根號是多少 如果你知道324在這邊 是18的平方 你是不是馬上就寫 老師我知道 18 就可以寫得比較快 好不好 這是常用的 我建議是各位記一下 好再來標準分解釋 標準分解釋還有9嗎 應該不用吧 就標準分解釋自己分一下 如果今天 A是一個正整數 且A是完全平方數 則根號A它一定是個正整數 我下一個定義給你看 假如今天有一個數字 這個要抄一下 根號A 它開出來是一個數字A 然後這個A是一個正整數 抄一下 A是一個正整數 折 你的A一定是完全平方數 什麼意思 來講一下 我們以前就已經知道了 假如今天開根號裡面有兩個2 就相當於是什麼 兩個2可以拿一個2出來 老師你怎麼知道的 來同學 我們往上偷偷看一下 來根據剛才的道理 編長是不是就直接上面寫一個開根號 就代表編長 所以這一段你也可以把它表示成什麼 是不是4開根號 來4開根號的結果答案是2 來看一下4開根號的結果答案是2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4等於2乘2 兩個2拿一個出來 所以答案就是2 聽得懂嗎 把這個規則記下來 所以開根號的時候裡面有兩個2 那我們就可以拿出一個2出來 它自然而然就是一個正整數了 聽得懂嗎 拿出來如果是一個正整數 就代表裡面一開始就有兩個 才可以拿出至少一個 對不對 所以裡面就會是一個完全平方數了 因為它至少乘了兩次 當然可不可以乘4次也是可以的 因為4也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像24次方16也是完全平方數 4的完全平方數 OK吧 好 到這邊 多講一個 一個小嘗試 所以我要挑一個人來講 找誰呢 找誰呢 好像找小星 周立安 問你一個問題 周立安 來 根號內部 講一下 根號內部這個b 可以是複數嗎 根號 根號裡面可不可以放複的 周立安 快講 會不會 好像不行 對 好 我大概知道 你應該知道不行 因為你有聽過嗎 對不對 好像不行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辦法聽一下 對 蛤 沒有辦法像4那樣子就變成2乘2 對 你這樣講其實已經差不多八九不理十了 你看 我們之所以可以把它寫成根號 這是4開根號意思是一開始面積是4 你想想看 你有看過哪一個正方形面積叫-2的嗎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這個時候A是不是可以寫成根號-2 請問有這種東西嗎 有沒有這種東西 是不是沒有 你有面積就不會是負的 所以 在我們國中後 我們暫時 把這個當成是不能算的 聽得懂嗎 所以 b一定要確保它是什麼 一定是正的 你才可以開根號 老師可是不是有負平方根嗎 同學 負平方根是外面加負號 並不是根號裡面是負 這意義完全不一樣 聽得懂嗎 OK吧 走離按照可以 然後繼續算 這裡講一個remark 因為我後面好像也有提到 但是我想要先提 我覺得在這邊講比較快 我覺得在這邊講比較快 如果今天 b平方你劃檢 劃檢出來要加一個負號 來 剛好抄一下 這裡要加一個負號 後面好像也有 但是想要先寫 來 為什麼要加這個負號 很簡單 我們也舉個例子讓你去比較一下 假如開根號裡面是負的2的2次方 來 來我找張恩浩 因為我剛好問過他 來張恩浩 負2的2次方 來 次方先算還是根號先開 張恩浩 次方先算嗎 對 所以負負會得正 所以它其實是根號4對不對 對吧 它根號4開出來是不是變成2 如果原本的這一個負2 叫做一個位置數 那這裡是不是跟原本的負2差一個什麼號 就差一個負號 所以原本這個如果叫負2 那這一個是不是才叫做2 負的負2才叫2 所以要記得變號 要不然你開根號出來答案就變成負的 可是因為它是正平方根 你一定要記住這個叫正平方根 那答案怎麼可能會是負的 聽得懂嗎 所以如果b小於0的話 你記得開出來要帶一個負號 這是一個蠻常用的計算技巧 請你一定要記得不要忘記它要變號 好再來就遇到了根號求值的方法 那個計算機請你自己回家按 那個計算機還要我教你按 我真的是無言 考試又不能帶計算機 自己去看一下 好再來這裡好像講了一個開根號技巧 我希望各位也稍微聽一下 講到今天你遇到這種小數型 老實說小數開根號 好難開喔 那怎麼辦 你就把它寫成什麼 分數 小數不行 小數難開寫分數 小數難開寫分數 怎麼寫不出字 然後寫分數 用一下寫分數 小數難開寫分數 你看寫成分數之後 來寫成分數之後 3969你是可以短圖法去因式分解 你會發現短圖法之後它的答案就是63乘63 然後下面的100是什麼 所以就10乘10 所以有兩個63兩個10 所以自然而然就可以寫成什麼 分子分母各自開各自的聽得懂嗎 所以就變得很簡單了 所以小數不行不會看 那就寫成分數就這麼簡單 好再來我要往下了 接下來我要講平方根的意義 我希望今天過了這堂課之後不要再有人搞不清楚什麼叫平方根 千萬不要問我說老師什麼叫平方根 我一定會爆氣 來同學什麼叫平方根 就是今天我們要去解一個一元二字方程式 我們好想要知道誰的平方叫做3 或者是說誰的平方 找一個歪好了 或是說誰的平方叫做4 這樣子的問題 聽得懂嗎 來我們找一個同學來問 我就沒有問黃靜寧了 來黃靜寧 黃靜寧在嗎 好漂亮喔來問你喔 黃靜寧誰的平方等於4 你可以舉一下幾個例子嗎 誰的平方是4 2 還有嗎 沒了是不是 2 對嘛同學 來因為它這上面有平方的關係 所以你的答案是不是有可能是正的 也有可能是什麼 負的 我故意把這個正寫出來好了 所以這個正的就叫正的平方根 負的就叫負的平方根 什麼叫做根 根的意思就是解答的意思就是root 對不對 就是解 所以要求平方的解 所以我們就叫什麼 求平方根 誰的平方等於這個答案 要去解出來就叫求平方根 那求平方根一定會有一個正的答案 跟一個負的答案 除了一個人以外 誰 就是0 0的平方根是誰 正0跟負0 都是0 懂我意思 就是0 就沒有什麼正負之分 那麼一般的平方根都會有正有負 OK吧 好老師那3的話你不就沒辦法做了嗎 你說的沒有做 但是我們剛才已經有講了一個表示法 如果今天你要去找3的話 是不是可以寫成根號3 跟負根號3 等一下 我把那個根號塗到了 好 根號3跟負根號3 我現在focus在這邊 等一下我把這個螢幕移過去 因為都要空擋住我了 來 你看一下 什麼叫平方根 今天最後的答案 你把它平方了 你把這裡的x怎樣 用負2帶進去 就答案要等於4 因為負2的2次方等於4 然後你把2帶進去 就是2的2次方等於4 因為符合方程式才叫你的解 對吧 同樣的答案為什麼叫正負根號3 你把負根號3跟正根號3帶進去 你看看 你就得到負根號3的2次方等於3 為什麼呢 因為負負得正 那根號3根號3 我們剛剛在講面積的時候 是不是就說了 這個符號的意義就是什麼 找到一個一模一樣的人相乘 是不是會直接把根號拿掉 所以平方可以消去根號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是3 完全符合方程式 因為你把負根號3帶進去 答案就是3 同樣的根號3帶進來 所以也是3 這就是正負根號的由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得到一個小訣竅 就是什麼 以後我們要去求像A的平方等於7 像這種比較難開 因為我們找不到正整數去表示它 那我們就怎樣 我們就直接A 最後答案開正負根號7 所以有些人就會把這個開正負根號 當成是個結論寫下來 OK吧 聽得懂嗎 OK就這樣 好 再來 這裡也講了另外一件事 正負根號 這就是我剛剛上面有寫過的 我就不講了 特別要記一下0的平方根叫做0 因為正負0還是0 以下這裡的觀念強化 我給各位做一下好了 我挑4個同學來做 挑一下我們幾個老朋友 周立安第一題 林千燕第二題 王宇凡第三題 尤成瑞第四題 來再講一次喔 周立安第一 林千燕二 王宇凡三 然後尤成瑞四 有沒有不會寫的 知道嗎 就直接把答案寫上去 尤成瑞 尤成瑞 你是用手機平板還是電腦哪一個 尤成瑞怎麼了不能講話 尤成瑞 尤成瑞你聲音很小喔 喂 喂喂喂 等一下我調一下聲音好了 喂 等一下 我聲音 可以吧 來尤成瑞你講話 喂 哈囉 好清楚 好清楚 好 你就直接寫啊 對對對像這樣 好來 答案是圈圈叉叉 分別由我們這四位同學 不要再話了 不要再話了 這誰啊 尤成瑞是你嗎 尤成瑞這是你對不對 不是 不是 那已經是領千燕了 死屁孩 來圈圈叉叉叉 來周立安 林千燕 王武凡跟尤成瑞 我們看一下他寫對不對 圈圈叉叉叉 來第一題 這一題對嗎 當然是對的 因為平方先算是不是變成什麼 是不是變正的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根號 是在開根號 答案就是2 這沒什麼問題 再來平方根 同學平方根一定是有一個正有一個負 所以怎樣 平方根加 拉上正負 剛剛有講 來我們舉個例子 像s的平方等於2 你把它寫成平方根 是s等於正負根號2 一定有一個正的負 那抵消一定是什麼 是互為相反數 所以答案是0 完全正確 所以圈 你說老師 那B跟C都是0 0加0還不是0 對不對 所以是一樣的 再來0.25的平方根是正負0.05 好這隻錯子 用看就知道了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錯 非常簡單 你就想 如果今天他的平方根是正負的0.05 所以0.05平方之後要變回0.25 可是0.05平方怎麼會是0.25 0.05平方應該是比0.25小 這是第一個解法 因為老師有其他的想法嗎 有 像0.25 我們要求他的平方根是不是加正負根號 因為有正的平方根跟負的平方根 那把它寫成分數 0.25的分數是不是1 4分之1 是不是1 2分之1乘2分之1 所以開出來應該叫正負1 2分之1 要寫也是正負0.5 所以這個錯的離譜 錯的離譜 再來第四個答案也是錯 漂亮我們全班都答對 他說所有的正數開根號都變小 竟然敢說所有 那一定怎樣 我們要去找個例外來反駁這句話 那怎麼找很簡單 像1 4分之1 我們剛剛就找一個 1 4分之1開根號 同學 這裡指的開根號就是我們俗話的什麼 正平方根 他一定是正的 所以你不要說老師開根號 所以答案是負的 負你妹 開根號就是正的 他就是正平方根的一種口語的講法 他一定是正 那1 4分之1剛有開過 是不是變成什麼 我寫清楚一點 他可以寫成1 2分之1 所以你可以寫成1 2分之1 你去比較一下 還沒有開之前跟開之後 開了之後的指是不是越來越大 變1 2分之1 懂我意思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錯 這個蠻簡單的 蠻簡單的 剩下的題目請你自己去寫 這些基本的我不想講 我再挑兩題來說 那你的第四小題跟第五小題 幫我打型號 我等一下要講這兩題 幫我畫一下 幫我畫一下 快快快快 我這個星星畫得好醜 好漂亮喔 快喔快喔快喔 有時間畫楊桃 快喔快喔快喔 快喔快喔快喔 快喔快喔 好長這樣 這兩題 欸同學我再講一次 欸同學我再強調一次 欸同學我再講一次 這兩題很重要喔 天啊我是什麼意思喔 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這兩題很重要喔 欸大家知道我們7月14號 那一天要小考喔 對不對 喔但這兩題很重要喔 喔很重要喔 要特別的去熟悉一下 喔有問題嗎 欸有聽到我講話嗎 欸陳俊婷 欸黃美凡有陳瑞有聽到我在講話嗎 哈囉 有聽到 欸有吧有吧 欸有吧 欸有陳瑞 這兩題很重要喔 今天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吧 喔7月14的時候 特別特別的重要喔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了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7月14有小考喔 那我們小考通常會有五題 一模一樣的題目喔 然後有五題會額外出喔 那這兩題超重要的喔 喔記得要看一下喔 記得要看一下 好不能再提示了 好不好自己回去看一下啦 重點就是這一些啦 然後咧他說3x-4y是 √81的正平方根 然後4x-7y是1的負平方根 然後求2x加3y的值 同學 他說這個是一個正平方根 有些人就直接把它拿81去算 同學 你這句話的意思要先理解啊 √81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還沒有算耶 他還沒有畫減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應該是把√81去怎樣 是先把它算出來 懂我意思嗎 我們一般會說4的正平方根叫做2 我們沒有人在那邊說什麼√16的正平方根 我們應該先把它開出來 所以√81我找一個人來講答案 看有沒有小波子就給我打錯了 來 0千燕 來 0千燕 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用Mine回答嗎 因為你打字很慢 0千燕 講話 0千燕 完蛋了 我佈什麼東西啊 那你跟我講 來 √81答案是多少 0千燕 來 0千燕 √81是多少 0千燕 好你要寫是不是 好給你寫給你寫 來 剛剛81說到 0千燕 完全錯答案是錯的 你還寫正負 同學 怎麼會有正負 來 0千燕 你知道為什麼答案不會有正負嗎 剛才講都沒在聽 不要我不要給你寫了 來 這一個叫什麼 這個叫正平方根 開出來一定是正的 哪來正負 負你的頭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9 好 再來 9的正平方根 如果他今天寫9的平方根就是正負3 但如果他提到9的正平方根 所以這題後面這一整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答案叫做3 他說3x-4y 是3 所以答案叫什麼 3x-4y等於3 第一句話的意義就是要跟你講 我現在左邊寫的這個式子 聽得懂嗎 有沒有問題 Hello 有沒有問題 可以 我繼續 都可以 親愛的 我剛剛不是講幾萬次了 沒問題要按讚 要比笑臉 要確定一下 然後有問題要比哭哭臉 OK 帳號 聽得懂嗎 帳號 可以 0千燕 0千燕 這樣可以吧 黃昱軒 算了 不理了 再來後面 他說是1的負平方根 我再找一個人 給0千燕一個機會 來 0千燕 1的負平方根是多少 你要寫 來 1的負平方根是多少 好 謝謝 林天燕真的是 真的是無言 答案就是負1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麼 4x-7y 4就是等於負1 然後解連例求xy 然後再代入 可以嗎 好不好 這題我就概念講 好 再來下面這一題 下面這一題很重要 超級重要 這一題講完我們休息一下 上了有點久 好 來 我們繼續講 他說根號360大約是18.9 什麼叫大約是18.9 也就是說 你的根號360還沒開出來之前 他就介於18到19之間的一個數 因為18.9 對不對可以嗎 你故意把18寫回根號 是不是叫根號324 對吧 因為324是18的平方 兩個18拿一個就變18 然後根號360 來 19的平方找一個帥哥來念好了 來 周立安請問19的平方是多少 來 周立安請問19的平方是多少 出現灰格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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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子算出現灰格 來 周立安 19平方是多少 然後 要開根號嗎 你就直接 沒有我就問你19平方多少 你直接講就好了 19平方多少 對 所以就是可以寫成根號的361 對 就是一個節奏感 好 再來 他說A跟B都是正整數 重點捲起來正整數 而且這兩個東西算出來也是正整數 剛才有一個算算的人才告訴過你 假如今天你開根號之後結果也是正整數 就代表什麼 你的360乘以A跟你的360-B 這兩個數字皆為什麼完全平方數 對 對吧 你能開出來是正整數 就代表你至少根號裡面有兩個一樣東西在相乘 才可以變成正整數 那什麼叫有兩個一樣東西在相乘 就像兩個2 兩個3 就是22得4 33得9 49 36 是不是一定有6乘6 就是什麼一個完全平方數 因為每兩個拿出一個 懂我意思嗎 所以皆為完全平方數 然後問A加B的最小值 好 那我們要開始了 以前這類型的題目我們是怎麼做的 來講一下 360 先做短除法 音式分解 2180 然後290 然後245 然後315 然後35 所以是2的3次方標準分解是3的2 4乘以5 同學 你乘上一個數字會變成完全平方數 那它有3個2 是不是不能為完全平方數 因為它是奇數次方 所以你至少要代替它什麼 再給它一個2 所以我們這個A很好找 是不是再給它一個2 你說老師它5只有一個 有再給它一個5 所以這樣子一定可以變成什麼 一個完全平方數 就變成2有4個 然後5也有什麼2個 這樣聽得懂嗎 我再寫一次 2的3乘以3的2乘以5 如果我的A補一個2補一個5給它 是不是就變成完全平方數 它根號開出來就是正整數了 OK吧 所以你的A答案就是10 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我不能寫A是1 2 你看除以一個2 它也變成2個2 也是完全平方數 你想得很好 完全正確 但它題目有講 它說它正整數 所以你不能寫一個分數出來 聽得懂嗎 但如果他說360除以A 那你就可以寫2了 你就可以寫1 2那些東西出來了 聽得懂嗎 好那我繼續講了 來360-B 同學因為它是減 那減的話你要去找 離哪一個完全平方數很近 你看360加的話 所以加1就會變成361 但是它是減 所以360要變成324 所以B就等於什麼 360-324 答案是36 36 所以A加B的最小值就是10加36 答案是46 好來重溫第5題 這一題有沒有問題 我們順便補兩個 假如今天他問 好像有點窄 假如今天來我們補在這邊 假如今天他問 根號的360除以C 然後根號的360加珠 然後C珠也是正整數 然後這兩個都是正整數 然後求C珠之最小值 可以嗎 你會發現 這是C跟A的答案一樣 多乘一個2跟5 它可以變成完全平方數 少了一個2跟5 它也剛好可以變成一個完全平方數 好不好 那我就直接寫了 所以C等於12乘5 然後珠同學 珠的話是用加的 所以他是不是要去找361 再加1給他 根號內部變361 就是下一個完全平方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到這邊 來你聽得懂的按個讚 快點 來聽得懂的按個讚 這邊OK嗎 靠腰勒 那個輝格又出來了 很討厭 張浩你按倒讚 所以你聽不懂是不是 認真問 你聽不懂嗎 沒有 我當然想按腰子 靠腰勒 不要在那邊鬧事 好這兩天很重要 來我們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讓你下課一下 要不然我怕有些人會斷氣 好不好 先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來我們今天的課 等一下 什麼今天的課 我今天還要上課 我們先休息 10 我們休息到3點03分 等一下 4點03分 4點03 先休息13分鐘 讓你呼吸一下 要去尿尿 要上廁所 上廁所 4點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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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天 要8點03分 10分 讓你聽見 最好 要被解釋 是 要 改點